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成未符合上市标准的丑蔬果 重塑六款形象 还延伸设计加工产品包装 近日获得德国红点设计奖 为国争光相当不容易 基隆二姓高中 四名学生发挥创意 以逗趣的画风 将三成未符合上市标准的丑蔬果 重塑六款形象 我们帮这六款蔬果 营造新的面貌 有臃肿的番茄 或者是长得很像双胞胎的草莓 设计延伸的加工产品包装 近日获得德国红点设计奖 在年初的时候 已经得过RF的学生设计奖了 他们就是非常的认真 我们再去把我们的专题制作 在最后的五月到六月的期间 我们密集的去将作品再度优化 然后重新的增加更专业的美感 然后很荣幸的在德国红点呢 就是拿到了这个红点奖 学生更发挥创意 利用植物的易栽种信 设计了两款可种植的商品 有独立的种植组 另外还有跟茶饮组合的包装设计组 我们还有额外推出盆栽组 就是当我们这个盆栽拿出来之后 我们还有附这个使用说明书 把使用说明书打开之后 可以发现说我要怎么种植 我要什么时候浇水 我要隔几天要加一次施肥 二性广色科 这次由陈良慧老师指导的四位学生的作品 很荣幸能够拿到德国红点奖 也入围了德国的IF 这是我们学生的作品第一次双料获奖 那么二性高中长年来 我们鼓励培养学生的国际移动力 希望尤其是基隆孩子的设计力创造力 能够让外界能够看到 也能够鼓励基隆的学子以后 能够在地就近的入学来培养 这是我们长年来一直努力的目标 这次的作品也入围了2023IF学生设计奖 得到国际双重认证的肯定 可说是相当不容易 记者蔡小军接龙报道 另外无人机被广泛的应用 重用科大发展无人基地 暑假期间与教育处合作 举办无人机营队 从飞行原理到组装结构 让孩子进入无人机的世界 小朋友开心的操控小小模型机 不管上上下下左右平移 都能够操控自如 以前无人机都是在游戏上面玩 然后现在就真的在 现实世界上面玩到 比较难掌握方向 就像现在外面有风 然后里面有冷气 然后这样吹它就可能就飞到 不是我想要飞的地方 就感觉这个可以主张 因为我喜欢主张 俗秦营队白白总 从佑影艺科技大学 和市政府教育处合作 开办无人机夏令营 20多个名额才开放报名 立刻秒杀 首先第一个阶段的话 是让孩子们去组装 这一个无人机 然后之后呢 也借由艺术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方式 让孩子把自己所组装的无人机 去做一个彩绘 那第二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把孩子们所组装的这无人机 实际来到这个礼堂 让他们实际去操作这个无人机 然后透过这无人机的去操控 让他们去体验一下 在空中翱翔的那一个感觉 450了 哇还有400多了 加油加油 从佑课大打造无人机产业 前来专业的师资传授 吸引了各国小学生报名参加 课程从基础的飞行原理 无人机组装 到实际的体验 这两天的课程里面 其实他们增加了实作 还有逻辑思考的能力 那我们透过这样帮学生进行分组 好分组之后 学生其实每一堂课程结束之后 他们也很愿意就是我们看到 国小基隆在地学生可以上台分享 告诉其他同学说 我从中间学习到了什么 那我们想从包括小二小三的学生 那他可以很有逻辑 甚至告诉我们说 老师我很喜欢无人机 那无人机中间我学习到了 怎么组装怎么彩绘 对那他可以很清楚表达他的时序 我觉得非常好 无人机是推动科学教育的最佳工具之一 可以激发孩子的创造力 探索精神 其实要上手一点都不困难 小朋友这个年纪 其实他们学习能力是最高的 对那学习效率也是最好的 那就是在这个年纪呢 大家会觉得说空拍机就是要大人 要大人才可以去学 其实并不是 小朋友可以在这个时间去训练自己 然后因为他们的灵活度也会比较高 对 因为他们的灵活度比较高 学习能力比较高的时候 其实去训练是最好的 无人机夏令营透过游戏和主题活动 学习空拍机的基本和花式飞控技术 让孩子们亲自体验驾驭无人机的飞行乐趣 记者王少民金融报道 您知道在和平岛国家公园内 有一间废弃的雷达站吗 如今变身成为拥有咖啡厅 会议空间与无敌景观台等 复合性功能的发展基地 在业者蔡秋成的坚持下 保有环境原生物种 让生态丰富多元 不少民众不远千里而来 就是要登上雷达站 感受山海魅力 离基隆雨最近的地方在哪呢 答案是和平岛 战胜雷达站 感受山海魅力 也感受废弃雷达站的新生命力 真的是尽到难怪以前 那个日本人会说 和平岛是大基隆雨 基隆雨是小基隆雨 在坚持生物多样性理念的业者经营下 赋予雷达站多元功能 可以是休憩的午茶店 也可以是团体开会研讨的据点 楼上的景观平台也能办理聚会 最酷的是善用外来生物种 创作美食艺术 大花咸蜂草 它过去是因为 它一年四季都会开花 所以它被引进来台湾养蜂 后来它才是太强劲了 所以后来台湾到处都有 我们就把它呢 加到甜点里面 然后让大家就可以透过 吃这件事情来减少 外来入侵种的植物 这个水果茶味道 觉得是我喜欢的 有点酸 但是不会太酸 雷达站在历史上 有着重要的角色 厨艺后以新面貌出现 让曾经在这里服务过的民众 不远千里寻来 以前待过的东部的所有的雷达站 能保存下来 甚至能做成文创的 只有这里了 现在这个地方 就是以前我们的作业室 今天从一人去摩托车来 坐在户外的雅座空间 可聆听蜂鸟鸟叫 还可以拍下无敌海景 或许还有机会跟松鼠合照呢 我们发现这边有一种 台湾特有种鸟类叫台湾竹鸡 它就住在这边一家人 所以我们也觉得 这个地方该要被保育下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傍晚的时候 还会听到他们在 嘎嘎嘎嘎嘎嘎嘎的叫 这家店都是用环境永续的 很赞同 以环境永续为主轴 又将最好的生态与美景 展现给登梯而来的民众 从饮食 旅游环境减碳 朝永续发展的目标迈进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民众党前秘书长谢立功 在脸书宣布 不参选基隆区域立委 也牵动了基隆市立委的选情 市长谢国良 在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 感谢谢立功 与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针对民众党前秘书长谢立功 在脸书宣布 不参选基隆区域立委 市长谢国良 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 感谢谢立功的胸襟与成全 也深深感谢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让国民党在基隆的立委选情 非常有机会逆转胜 首先我要对我们民众党前秘书长 谢立功先生 要致上12万分的敬意跟谢意 因为他的成全 我们基隆市的立委选局 现在非常有机会 所谓的逆转胜 那他的胸襟绝对不亚于 我们也是一样 这个何淑萍议员 虽然在初选的时候 有一些竞争 但是事实上我们提名以后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们何淑萍议员的胸襟 虽然是女性 也是都让我们极度的来佩服 所以我觉得 就是当你站在一个 国家社会的高度的时候 大家有同样政治理念的人 纵然在这过程中 有些意见不同 大家还是希望能够整合在一起 最后能够达成我们的一个政治理想和目标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那一方面我也要再一次的深深的感谢 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先生 在这个过程中 愿意来从大局的角度去思考 如何让中华民国更好 谢国良也期待总统选举方面 能竞速整合非绿阵营的力量 才有机会胜选 那当然我们都看到我们现在所谓的非绿阵营也有很多组的候选人 如果这些组的候选人全部都选下去 那大概是保证民进党一定会继续的执政 继续来做中华民国的总统 所以我觉得基隆假如有所谓的成功案例的话 或许也可以给中央的长官们去思考 如何在大家都有共识 就是不认同民进党的执政下 都能够尽量解决自己的分歧 最后还是能够理出一个头绪跟结论 真正团结起来 然后跟民进党在做一个这个大概同样程度的一个竞争 那如果以现在的情况 那是稳疏无疑 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希望基隆 感谢我们的这个非绿阵营的一个团结以外 也希望中央也能够找出一个方法来 让我们继续团结中华民国 谢国梁认为基隆在立委的蓝白合作是好的开始 希望给总统选举方面带来一个好的参考模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我也让亲子朋友一起来认识毒品的危害 基隆市卫生局携手慈祭教师联谊会 基隆地检署 基隆市警局等各单位 一起举办反独属其生活营 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来加深亲子剧毒的观念 独毒有我 有我无毒 向独品塞 好 基隆市卫生局跟毒品危害防治中心 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西手慈祭教师联谊会 基隆地检署 基隆市警局 与法务部 教育部 卫福部等单位 一起举办大型的亲子反独营队活动 多位议员也到场共襄盛举 开幕活动中 特别邀请到香巴拉剧方 以青少年的视角 演出精彩的反独冒险故事 将正确的反独观念传递给每位亲子朋友 好 来来来 第二关 哇 这是不同口味的小蓝莓口味的 来来来 试试看 不要 不要 以后不要了 那没关系 阿姨 准备第三包啦 这个是我新出的起司口味 要不要让它试试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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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就是 直接去学 就是跟他说 NO 不要 不行 就是直接说不要 对 再来就是有一劝服就是 我们身为他的好朋友 我们必须要跟他 劝服他 就是跟他说吸毒是不好的啊 然后不要再吸毒了 要戒毒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自我解读 然后自我解读的话就是 就是以自己为法 假如有人卖毒给我们的话 我们就说我们就烂 我们就不好 我们就不敢吸毒 这样子的方式去带过去 面对毒品的时候 其实不用害怕 就算你会遇到黑白状况 但你一定可以克服他 不管是对家人朋友 只要有寻求帮助 你一定就会有办法可以克服他 所以不要害怕 有透过舞蹈 透过音乐 然后告诉我们说毒品的危害 然后最重要的 有时候我知道毒品的危害 可是别人找我 叫我一起来试一下 你不是朋友 你不是我们的好朋友 那这时候我要怎么拒绝 那这个想法拉集团 就透过这个表演 舞蹈 唱歌 然后让我们的朋友 我们这些小朋友 还有他的爸爸妈妈一起知道 以后有人要邀请我吸毒的时候 我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来拒绝毒品 所以县市政府跟中央合作 跟民间的单位 合作起来做这样的防毒的 防毒的这样的动作是必要的 是必须的 所以大家一起来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 反毒绝对不是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老师 或者是一个卫生局的 心理师或社工师就可以做到 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 因为我们在 每一个生活的角落 都可能会脆弱 可能都会被诱惑到 尤其是在现在 毒品各式各样的毒品 长得很像糖果 很像咖啡 不同的包装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 不同的单位 在平常的毒品防治的过程中 一起来帮忙 那同时的话 尤其在这个暑假当中 不管是家长们也要特别的注意 我小朋友在外 不管是在外的情形 要特别的注意 在暑假期间 让小朋友能够多方的了解 反毒的专业的一个知识的话 对小朋友来讲是有益的 反毒营队活动精彩 有教育部 与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合作开发的 袖珍3D反毒特展 还有一系列的 亲子反毒闯关活动 可以好 各组首先获得2分 谢谢 远离毒品活力四社 透过有趣的互动 带领亲子朋友 认识新兴毒品的各种样态 基隆市心理卫生中心 也特别设计 传出我情 画出你意 让亲子发挥创意 增加互动的机会 还有警察局少年队 与基隆如意同计会 一起办理的防身術课程 让亲子朋友们收获丰富 然后大家凭着自己的 团队合作的力量 还有智慧 来完成这五官 那在团体活动的过程当中 可以让小朋友 除了说 知道反毒的重要性之外 也能够 小朋友直接 彼此学习团队的生活 那觉得这个活动 非常的有趣 还有很有意义 如果别人问你要不要吃毒品 的话就可以直接 离开 或者是拒绝 提醒青少年 要远离毒品的危害之外 卫生局也很关心青少年的情绪 与心理健康 今年首度 通过基隆市政府的网路广播节目 基隆Podcast 将陆续推出系列主题 带领亲子朋友 一起来认识了解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青少年自己 包括我们的爸爸妈妈 尤其是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们今年也尝试了 这个Podcast的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透过市府Podcast的团队 我们录了Podcast的主题 来讨论这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主题 刚才讲的自杀防治 网路诚意 我们邀请了心理师 然后医师 然后用这些很精彩的 但是很有趣的对话 然后在我们生活中 我就可以打开我喜欢的Podcast 然后去听 在这个聊天的过程中 我知道我怎么了 我知道怎么照顾自己 或照顾我的小朋友 透过多元活动的举办与宣传 建隆市卫生局 携手各单位资源 一起来关心青少年朋友 营造无独家园 也守护下一代的健康 让基隆成为温馨有爱的城市 记者陈淑萍 基隆报导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 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 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既勒属于基隆的有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民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直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雇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愿意 愿意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 还有还有 有求职罚片 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找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生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新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创世基金会 基隆分院 为了要募集照顾植物人的经费 推出了超级爱豆包文具组 希望让小朋友自己种绿豆 了解植物生长的过程 同时也可以做工艺 帮助植物人 在基隆市议员陈君佐 以及创世基隆分院院长李淑婷陪同下 可爱的小朋友们拿着 刚装有绿豆的塑胶杯走秀 相当有超模的架式 为的就是要帮助植物人 创世基金会基隆分院 为了募集照顾植物人的经费 推出超级爱豆包文具组 特地结合两位基隆市议员陈君佐和韩世玉 以及信义区一家知名的文理补习班 小朋友一起走秀 希望让小朋友可以购买 超级绿豆包文具组 善用文具之外也可以自己种绿豆 了解植物生长过程 同时做工艺帮助植物人 我们苏可爱的包 可以买几片尿布 十片 可以买十片尿布 因为一片尿布要十块钱 所以谢谢你们的安心 一起做工艺 我们可以用一百块自己拿一百块的零用钱 就可以来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人 帮助植物人 所以我们今天小朋友都很有爱心 几乎每个人都有认购好几包 更希望各界响应也获得两位市议员的大力支持 未来如果各位小朋友长大 那有机会来帮助我们基隆市 有需要帮助的基隆市民 大家好不好 可以吗 那以后各位小朋友要用功读书 将来作为一个有用的人 来回馈社会 感谢我们小人堆 那特别的举办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那思韵呢 非常感谢我们各位老师们 以及呢 各位很可爱的小朋友们 那大家呢 都能够呢 多彩多姿的一动 大家一同来参与 温衣补习班的小朋友们 除了走秀也率先响应 买技超级爱豆包文具组 并且由市议员陈君佐 以及太太黄于婷协助 把绿豆倒进铺有卫生纸的塑胶杯里面 再由创世基隆分院院院长李淑婷加水进去 等待绿豆发芽生长 有事晚到的市议员韩世玉也不落人后 呼吁各界响应购买帮助植物人 人爱区举行模范父亲 即好人好事代表的表扬活动 担任人爱区调节委员会主席 也是议长佟子伟的爸爸佟德玉 也以贵宾的身份出席 佟子伟也借此机会 祝自己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激动市议会议长佟子伟直接在公开场合说 自己要假公祭司一下 而这一下其实让大家很感动 那我也假公祭司一下 因为我的父亲也在现场 所以我先在这边跟我的爸爸说 父亲节快乐 也跟各位在座的爸爸说 父亲节快乐 那我想每一位父亲 每一个家庭都不容易 那也有大家的支持跟照顾 可以拉把我们所有的小朋友长大 那在这边 让我们有安身立命的环境 那我们现在担任这个职务 我们都会努力 好好让我们的社区 让我们的家 都可以环境可以更好 我们会继续努力 原来是担任仁爱区调节委员会主席 也是议长佟子伟的爸爸佟德玉 也以贵宾的身份出席仁爱区模范父亲 祭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 行程爆满十分忙碌的佟子伟 也只能借此机会假公祭司一下 祝自己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了表身为仁子的孝心 父亲节前夕仁爱区 在仁爱区公所大礼堂 举行112年模范父亲祭好人好事 代表表扬活动 包括机动市长谢国良 机动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市议员张芳丽 曾继言 以及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议员 和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郑文婷议员 都亲自出席参加 恭贺三十位分别由仁爱区 各里办公室以及原住民 推举出来的模范父亲 和十四位好人好事代表 市长谢国良 特别感谢仁爱区 各里的模范父亲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 对家庭和社会的表率 这其中也包含市长 谢国良年轻爱将 市政府发言人于志明的父亲 于建春 同样荣获光华里的模范父亲 真的感谢各位 代表了我们台湾良好的 传统的家庭价值 那一个家庭 一定要有父亲 也一定要有母亲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 那我们希望这个未来 各位继续带领我们 创造我们基隆的良好的家庭价值 让我们的下一代 让我们所有的 我们这个基隆 未来的孩子们 因为小孩爸爸常提到孩子们 孩子们都能够成为 这个健康快乐的年轻朋友 都能够成为最棒的中华民国 以及台湾的下一代的国民 所以在这边感谢大家 祝我们所有 模范父亲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 大家都身体健康 回家平安 一切顺利圆满 而身为仁爱区市议员的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姿位 更是感谢受表扬的 模范父亲和好人好事代表 因为大家都是他的贵人 能够有现在都是靠 仁爱区乡亲们的提醒和帮忙 仁爱区是我的故乡 那也是我们基隆的心脏 也是基隆最有人情味的地方 也是我长大的地方 那在座有许多 我们今天的模范父亲 还有好人好事代表 都是看着我长大 这里真的是我的故乡 也都受在座的长辈们 好朋友们提醒跟照顾 也因为有大家的照顾跟支持 也才有我们今天 一点小小的成就 你们都是我们每一位 都是我的贵人 每一位都是我的贵人 在这边先谢谢大家 一举光 谢谢 在模范父亲 以敌好人好事代表 家眷等人陪同下 一起和市长 议长 议员们 合影留念 而仁爱区这笔摄影费用 则是全额 由信仰中心庆安宫赞助 并且将冲洗出来 合照照片表框后 送给每一位获奖人 市长谢国良也代表市政府 颁发感谢状感谢庆安宫的 共襄盛举 也由议长同姿委代表庆安宫收下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您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假活动官网 详情请假活动官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